大家好,来和大家说一下 家里的空开路包严禁运C40的 很多人都运错了 运错之后安全隐患非常的多 今天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为什么家里的空开路包不能运C40的 那我们路包一般都是运在插座线路上 插座线路上运路间保护器 而我们家里的插座它的线路一般都是2.5平方 或者说4平方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家里的插座是4平方的 大家看 那很多人的家里现在都是4平方的了 4平方的电线它的安全载流量是多少呢 4平方的电线它的安全载流量 一般在25安到32安之间 所以四平方的电线 现在我们运C40的路件保护器 那就是运错了 因为C40它的额定电流为40安 当达到40安的时候 这个路件保护器它才会敲打保护 除了路件之外 过载如果发生过载 达不到40安的时候 这个路件保护器它不会敲打 那当发生漏件的时候 那它是30毫安的时候 就会路件敲打保护 如果日旦发生过载 达不到40安 根本不会敲打保护 那家里的电线 我们插座用的是4平方 而4平方的电线 它的安全载流量最大比32安 这个时候 插座上的电线被烧坏了 但是这个路件保护器 它自然不会敲打保护 它没有起到保护的作用 所以如果我们家里运的插座的线路 是4平方的电线 那我们就要选运C32的路宝 那这是我们的这个资本知识点 如果家里的插座电线 运的是2.5平方的电线 那还有的是部分人家里呢 运的是2.5平方的电线 2.5平方的电线 它的安全在流量为16安到25安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不能选运40的 也不能选运C32的 很多人呢 这个时候就会选择C32的路宝 那C32的路宝呢 也是此不出作用 因为呢 2.5平方的电线 它最大能成熟的电流为25安 这个时候呢 到电线达到25安的时候 如果超过25安 这个电线就会发热 就会烧焦 很有可能就会着火 但是呢 空开路宝 它不会敲闸保护 因为它只有达到30安的时候 它才会啊 敲闸保护 那这是对过载 是这样来说的 这就是啊 我们家的 为什么不能选运C40 C32的空开路宝 如今要知道这个原因 把这个呢 分享给大家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感谢大家的观看 那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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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